汐子驱农会在母亲节前夕举办你买我捐让爱延续的活动 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不过民众的爱心不减反增 活动迈入第三年 从前两年的数百条到今年的一千条订购量 而每卖出一条蛋糕汐子驱农会 就会提拨一百元给在地的儿哨机构 民众不但买蛋糕尽孝心 同时又能够回馈社会让爱延续 我常在说我们能帮忙人 是怎么好奇 甚至有的钱 有的健康的身体 也才能帮忙人 所以社会我们无论我现在在政官担任 要尽量帮忙人 和抑制团队 现在越来越可怜 所以我们能做得到 多多付出交付 让人抖过这个难关 今年算是连续第三年 我们汐子农会结合我们地方的 公益慈善社团 办理母亲节的公益活动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这些社团 平常在地方的爱心 公益 对弱势的付出 也感谢农会连续这几年 也是一直持续的在这个部分所做的 默默的在背后的一个支持 活动结束捐赠仪式在汐子区农会休闲中心举行 当天包括汐子区长以及受证单位都来参加 今年的活动捐款共10万元 汐子区农会捐给在地五家儿哨机构 包括信旺爱发展协会 汐子新汐子情慈善协会 以及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 救世爱关怀协会 以及汐光儿童客培中心 感谢这些在地深耕默守护孩子们的爱情社团 而受证单位也回正了感谢状表示感谢 对我们其实非常感动 这个也已经是连续第三年 就是农会看到汐光客培的这些弱势家庭小朋友的需要 所以真的一路走来 其实我们只有深深觉得 我们有好多旁边爱我们的人 不断的鼓励我们前进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农会 感谢社会的帮忙 陪伴孩子们成长汐子区农会 发起你买我捐的活动 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做公益 为关怀弱势尽奋心力 杰崇慧玲 汐子采访报道